欢迎来到我们的电车简报节目 有一系列精彩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我们来聊聊日本如何应对中国电动汽车新秀的挑战 中国汽车巨头正开始侵蚀日本三大汽车制造商 丰田、日产和本田的市场份额 面对这种情况 日本制造商决定联手开发电动汽车和相关技术 以免被市场淘汰 真是一场激动人心的技术合作 记者我们来看待能源行业的大动作 Up to Percentage的Quickman正在彻底改变英国的能源市场 它不仅降低了运营成本 还提高了客户服务水平 更有趣的是它的虚拟电厂允许电动汽车车主在电价低时储电 高时卖电有助于稳定电力供应 这简直就是能源行业的Uber时刻 最后我们还要谈谈国际关系 意大利虽然退出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但两国关系似乎并未受影响 中国邀请意大利总统和总理访问北京 另外越南的VinFastor 中国的小米都在积极进军电动汽车市场 展示了亚洲在这一领域的活力 同时电动汽车的价格战和技术竞争 也成为了国际贸易的一个热点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了解更多精彩故事 日本如何对抗中国的电动汽车新秀 英国每日电讯 中国的汽车巨头开始侵蚀日本的三大汽车制造商 丰田、日产和本田的市场份额 促使他们采取反击措施 他们采取反击措施 特别是在电动汽车EV领域 这三家汽车制造商此前曾投资于开发混合动力汽车 由于其燃油效率高和排放低 这些车型受到了欢迎 然而随着政府推动电动汽车 以减少碳排放 日本制造商面临来自中国的比亚迪、吉利和未来的竞争 或者专注于开发电池技术 降跌成本、电成本并进行恶性价格战 相比之下日本汽车制造少数几款电动汽车 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他们的吸引力 然而上周日产和本田宣布 他们将联手开发电动汽车 以及软件平台和其他相关产品 成台和其他相关产品 承认除非他们合作 否则他们将面临被淘汰的风险 能源行业正在经营其谜播时刻 新民先驱承包 而这波三日值的数字零售平台 可以更旨在改变英国能源市场 借了全的能源零售商的兴趣 该平台拥有5000万客户 降低了运营成本并改善了客户服务 只能招于虚拟电调VP 听允许电动汽车 一笔车主在价格低时处分电力 并在价格高时将其迈回电网 有助于稳定电力需求和供应 Opto Sellergy 创始人Grad Jackson声称 VPP将在一年内比核电站产生更多的电力 而内比核电站产生更多的电力 二大能源零售商 Origin Energy于2020年收购了Opto Sellergy的股份 并采用了Qraigen作为其零售平台 Origin的所有零售客户都使用Qraigen 欧尔政经计划到2025年实现每年2日至2.2日至2.5亿美元的现金成本节约 与2018年的基准相比 意大利在一带一路退出后 关注中国关系领导人计划访问北京 联合作用 意大利退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并没有影响两国之间的关系 大使马西莫安部罗塞蒂表示 中国当局邀请意大利总统和总理 今年访问董理今年访问北京 这证实了意大利和中国之间的积极关系 否则我们的领导人不会将这些访问列入议程 中国博鳌论坛 WinFast在泰国首次亮相 小米将推出电动汽车 推荐亚洲越南汽车制造商 WinFast将于周二在曼谷国际车展前推出其品牌 计划在2024年经营50个市的市场 同一天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小米将通过推出首款电动汽车 通过推出首款电动汽车市场 越南将于周五公布第一季度GDP数据 凯西·伍德对英伟达发出警告 这是聪明投资者应该知道的三件事 雅虎WinFast首席执行官凯西·伍德警告称 N-Fallia可能会受到日益激烈的竞争冲击 它将该公司与斯科进行了比较 斯科在互联网早期是最有价值的公司 但现在已经跌出前50名 增加的竞争可能会影响对N-Fallia芯片的需求 但马利夫认为 该公司过于复杂 不会像斯科那样受到影响 而India正在向机器人技术和企业软件等领域进行多元化发展 电动梦想 先驱性巴士旅行的逐分钟记录 英国独立报 首个伦敦至布里斯托尔之间的电动长途巴士服务已经启动 对此Bus巴士服务是连接 这两个城市连接 这两个城市的唯一一种使用电力的公共交通方式 这次要20英里的旅程的费用与火车票价进行了比较 Flex把收费16 28英镑而火车收费132.6英而汽车座椅 一些乘客被拒绝搭乘该服务 巴士在三个小时内完成了旅程 电池还剩下38%的电量 埃尔兰共和国领导林比利时 奥谢支持福格森结束进球荒 尽管点球未尽 雅虎暂时担任埃尔兰共和国主教练的约翰 奥林平局中支持布莱顿少年 埃文福格森结束他的进球荒 低价电动汽车将成为主要的贸易战场 南华早报评论本 中国和欧盟之间关于电动汽车出口的紧张局势 被中国欧盟商会比喻为一场慢动作的火车事故 商会指责中国出口过剩的电动汽车 导致国内市场过于拥挤 并呼吁中国扩大国内需求 欧盟已对中国电动汽车市场 发起了反补贴调查 对出口实施了重大限制 今年前两个月 中国对欧盟的电动汽车出口 同比下降20%至75% 626辆 丰田和本田从美国混合动力热潮中获益 至今亚洲混合动力汽车 在美国越来越受欢迎 导致丰田和本田缺减了热门车型的销售激励 2月份混合动力汽车的销量 同比增长了54% 其在总销量中的份额 从一年前的约5%上升过8% 丰田向经销商支付的激励费用 不到行业平均水平的一半 得益于卡罗拉、凯美瑞和RV4 混合动力车型的强劲销售 本田的激励费用也很低 得益于混合动力车型 雅各和CRV的热销 德斯克公司考虑开发其同资产 而不是考虑巴拿马科布雷同矿 雅虎世界第四大铁矿市开采商 福德斯库正在考虑开发其同资源 作为其对关键矿产的勘探的一部分 据董事长安德鲁·韦斯特表示 该公司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表示对Furse Quantum的巴拿马科布雷同矿 不感兴趣 德斯库还表示不会投资锂矿 因为价格已经崩溃 正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 推荐了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 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一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star brief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